这个女人盛装打扮 期待着与即将见面的相亲对象 共度春宵 然而 一个胡子拉叉 其貌不扬的男人 暗响了门铃 她的形象 与她心中的理想伴侣 大相径庭 让女人不禁心生失望 但出于礼貌 她依然热情地邀请她进屋 期间还换上一袭洁白的连衣裙 犹如仙子下凡 可交谈中 她发现这个男人并非她的相亲对象 于是果断地请她离开 然而 男人却露出了争鸣的面目 繁琐房门 对她图谋不滚 面对男人的侵犯 她奋力反抗 试图逃脱魔掌 然而 力量悬殊 使她无法挣脱束缚 在绝望中 她遭受了无尽的痛苦 但是 你猜 女人是怎么做的 她竟然打扮得性感妩媚 妆容精致 来探监了 男人以为她是来寻仇的 却没想到她开口的第一句话 竟是关心她在狱中的生活 以后更是频频探视 这让男人放松了警惕 以为女人 真是因为自己的技术所折服 为了提前出狱 她在狱中忍辱负重 甚至身受重伤 然而 当女人看到 她身上的伤疤时 眼中却闪过一丝变态的光芒 很快 男人出狱 来到女人面前 以修缮房屋为名 接近女人 可她并不知道 这只是女人复仇计划的开始 她利用药物将她迷晕 将她绑附在床上 然后穿上 相亲那天的白色连衣裙 坐在床边照顾她 女人把手伸进被子下 让男人握紧她的手 可下一秒就轻松地把手抽搐 还发出诡异的大笑 男人一脸疑惑 直到被子被掀开 男人才发现 自己刚才握的是自己的左手 甚至女人 还没收了男人的作案工具 非常刺激 好看的复仇爽片 惹谁都不要惹女人 特别是女护士 强烈推荐大家去看原片 绝不会让你失望 I win